最前线 周一到周六晚上八点 锁定民事新闻台 想看我在立法院的表现 或是闪铃的最新消息吗 上网搜寻民事 洪秀柱表示 很高兴能受邀出席北京多奥会开幕式 正前主席洪秀柱受邀出席北京冬奥开幕式 事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完全知情 既然都知道那洪秀柱会见中国政协主席汪洋大谈促同论 汪洋甚至借机抛出所谓的民主协商促进统一进程 难道国民党也买单 国民党的立场一定是捍卫中华民国 一定是坚持民主自由 反对任何伤害中华民国的说法 包括反对台独 反对一国两制 透过对话交流 总比对抗交恶来得好太多了 洪秀柱前主席当然他很值得大家关注他 他也是我们的前任的立法院的副院长 甚至是国民党之前的主席 这次他所说的话是代表的是谁 那他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不要到时候出来又讲说 那代表是他的个人意见 那国民党要问我们要问的是 那这个是不是代表国民党的意见 或者是国民党他们内部的主要意见 中共提民主协商问题是他们没有民主啊 他们没有民主制度的情况之下 跟我们提民主协商这个逻辑我觉得有点怪 没有民主的中国共产党竟然提民主协商 立委听了废以所思 朱立伦打模糊仗不愿正面回应 民进党立委不满要求国民党一定要说清楚 毕竟洪秀柱当过立法院副院长 与对岸唱和大谈同名梦有损国格 洪秀柱是代表谁说又是表达谁的立场 得好好给国人交代 立委林俊宪透过脸书痛批 卑躬屈膝配合对方一唱一鹤 根本不是交流而是书成 在他们眼中台湾没有政府 那民进党长期主张的是要政府对政府 所以没有任何政党可以代表中华民国 没有办法代表台湾 没有办法所有台湾人民 民进党有没有打算跟大陆继续往来 或者有没有可能有相关的这个接触 让这个一直很紧绷的这个两岸关系变好 这个是执政党的责任 我们洪前主席去接触去怎么样 这个当然他也是为两岸的关系和缓 来因炮口对内无视洪秀柱成为对岸的统战棋子 中国对台湾文攻武嚇不曾间断 国民党却默许洪秀柱警报中国梦 只怕是台湾人最恐惧的噩梦 洪秀柱跑到北京去高喊说 中国梦不能够缺少台湾 洪秀柱话讲成这样 只有我问大哥朱立伦朱主席他怎么回应 他说这个有交流透过对话 总比对抗对恶对抗交恶好太多了 所以他是认同洪秀柱的意见吗 还是朱立伦这番话也别有用心呢 温大哥 我觉得朱立伦大概可能一时心慌 所以他对新闻界这样讲 因为朱立伦马上要去美国访问 各位要了解像立陶宛你看最近要访问新加坡 国际局势 波轨迎局 可以说大家都在出访 那碰到洪秀柱忽然来这一个 因为你要看整个大战局吧 这一次冬奥其实最大的大戏登场 就是这两个共产集团他们甚至于说这个台湾的这个统一等等的都把他搬上台面化 所以对于洪秀柱这一次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不以为然 为什么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只是认为说抵达北京参加开幕式 反而是这个黄毅庭这个道歉 他这个反而淡化了 没想到马上急转弯 前天昨天的报纸这样你看出来的话 你就可以发现到几乎就整个洪秀柱几乎登场了 大戏大戏上场 因为汪洋 汪洋本来就是统战头子 这统战本身其实我们都忘掉了 中共对统战工作 他针对台湾的港澳 港澳台 当然港澳已经回归 一九九七一九九九都回归 剩下台湾 所以他们的统战工作是相当的细腻 非常的细腻 细腻到说 已经变成是红色渗透 看到香港的那个遭遇 大家都应该心有戚戚烟 所以我就不解 因为这一次讲实在话 台湾参加冬奥状况很多了 一开始当然就是说棋子的问题 是来温大哥冬奥是我们稍后再讲 因为这边也想听一下世伟哥到底国民党的态度 红秀柱的中国梦也是国民党的中国梦吗 朱主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我们就是捍卫中华民国 我们坚持自由民主 反对任何伤害中华民国的说法 包括了反对台独 包括了一国两制 我们今天的立场 你民进党要问我们 很简单 就是如此 那你讲说今天 红秀柱前主席 他去参加这个冬季奥运 他去参加开幕式 还跟汪洋见面 聊了这些话 我想请问执政的民进党政府 红秀柱前主席讲的这些话 有违反我们中华民国 任何的法令吗 我们不是一直标榜了 中华民国在台湾 是自由民主 有言论自由 我不同意你的意见 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但是今天 不管是夏季奥运也好 冬季奥运也罢 五环的标志代表的是什么 就是和平的一个象征 朱主席讲得很好 如果能够对话 通过交流 淡化敌对的一个设场 这不是很好办吗 民进党你一直要把国民党说 阿萨是亲中